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 那么早上肌肉哥一打造,打开bilibili的时候 就收到小朋友留言,网友留言 大家给看一下 然后他是在我哪条视频下留言,我都没看 反正不管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求大哥分享资料 今晚妹子开口说分开一段时间,我需要帮助 那我对这位网友具体的生活状况不是特别了解 那我也不清楚这个网友和他的女朋友大概在一起相处多久 那我不知道,让肌肉哥讲一讲我在国外的分手经验吧 那我在国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那是新西兰那边的人 我们在一起同居了大概有三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分手了,莫名其妙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在国外生活久的人就慢慢习惯了那种孤独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住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两个人在不在一起住吧 多多少少你都得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对吧,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人之常情 突然当时分手了以后呢 第一感觉是兴奋,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在分手前的时候 一般两个人相处就已经不是特别舒服了 因为如果舒服的话,没人会在特别舒服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提分手这档事,对吧 那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消耗战,你知道吧 就是可能两个人会在一起不讲话 吸要吸不回 对吧,就是反正就是打挖挖挖去就是这么些套路嘛 突然一下分手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人正常情感会有那种英文叫relief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卧槽,这时候时间终于可以回归我了 那我他妈晚上想吃中餐吃中餐 对吧,我他妈再也不用管 你是不是想吃,你是不是喜欢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顿时一下 你所有的能量都回到了自己身上 那我要对这位网友说的就是 你首先 你的这个可能会这个时候会觉得恐慌 那是因为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 你很大一部分的时间被你这段感情充斥 也就是说 你可能突然一下没想好 原来和你女友相处的这段时间 现在没有,就是没有人跟你相处了 你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安排 其实我不知道 嗯,因为我对你个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 是曾经有在没谈恋爱之前有哪些爱好 你看像鸡肉哥那段时间就是疯狂的去健身 其实这疯狂疯狂的去健身 我就觉得以前健身回家晚了 然后都觉得感觉好像欠你 你前任什么的 那现在 对吧 就是 疯狂健身 充斥自己时间 然后打游戏 对吧 这个时候你 半天坐在电视前打游戏 就会没人说 你 对吧 那像在国外的时候 两人住 还得互相分摊家务事 那这会儿的话 你可以像一个单身汉一样 衣服 存一个月洗一次 我怎么多爽啊 大哥 你有啥好难过 千万别难过 对吧 你这个时候 其实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大家都是男人 我们大家心里清楚 其实男人对一个 这个是本性其实导致的是基因 知道吗 就是说 男人其实是一个基因的事情 就是你的想念叫基因想念 什么叫基因想念呢 其实你分手很大程度上的难过 是因为你对下一次 因为你分手了嘛 唯一影响你的就是没有稳定的性生活 明白吗 当没有稳定的性生活以后呢 就像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样 你会感觉到恐慌 这个其实是肌肉哥要送给你的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顶住 你明白吗 那其实这个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 肌肉哥就是 你想想看 其实 如果大家看哥视频就是 这哥这个人其实挺爱折腾的 你知道吗 就特别爱折腾 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就是打个比方啊 有一个女人 不管先不说你爱不爱吧 那他能给你提提供性生活 但是呢 你也要去衡量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像有的女人就是要你给他买包包 那不停的花钱 对吧 有的女人就是不停的要关注 搞得你一点时间都没有 对吧 你要知道自己的付出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自信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高价值的男性 这个很重要 这个概念很重要 高价值 就是 我的 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 所以说我的时间也很重要 明白吗 就是我的金钱 我的时间都很重要 其实女生也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说 我的钱是我的钱 你的钱还是我的钱 对吧 对吧 这个东西 为什么 其实如果你同意了这种理论的话 那说白了就是他真的高价值 你低价值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奴隶啊 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当高价值 在一段不公平的感情世界当中 其实不用女生提分手 你都会去提分手 但是现实条件下是 女生的选择权要比男生多 所以说80%的时候都是女生提分手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你正好可以用分手的这段时间 去这个充实一下自己 其实看一些跟情感方面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包括像鸡肉哥 我不知道你英文那个水平怎么样 其实西方的话分手比中国更孤独 因为中国还有好多弟兄啊 其实西方之间的朋友相处 没有中国的兄弟这么紧密 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到中年分手以后 还托个小孩的那种男孩男生 真的我看的其实当时都觉得挺恐怖的 但是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以后就习惯了 可以给你看一些就是鸡肉哥比较喜欢 因为有个软件叫audiobook 你知道吗 就专门听的 像鸡肉哥每次在去健身的路上都喜欢听 然后给你看鸡肉哥喜欢看一些数据 我觉得其实都是对情感会有帮助的 你比如说像第一个 can't hurt me 对吧 然后 intimate communion 对吧 其中有一本书我特别推荐你 就是一个叫core wins 这个哥们写的一个叫how to be a 3% of man 你知道吗 就是如何成为最顶端的那3%的男人 这个跟其实你的经济状况 各方面不是说你越有钱你就越能控制住自己 首先你第一点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就要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那在这里呢 鸡肉哥建议你既然你的女朋友说要分开一段时间 其实说句实话他对你的这个时候兴趣度是很低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给他一个充分的时间让他去思考去认真的思考 他是不是珍惜你 因为在两性就是两性当中感情当中 你爱这个人我不否认打个比方 但是你也希望这个人以同样的方式去爱你 对吧 这个就叫自重 你不能说你爱一个人 这个人对你就跟屎一样的 你还继续去爱他 这个叫不自爱 你知道吗 你的爱情不会感动任何人 那让你的女朋友考虑以后呢 如果他觉得他对你还有想念 我跟你说他一定会联系你 因为为什么呢 女孩分手以后刚分手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有那种relief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无聊了呀 突然可以跟你分手了呀 这个时候不联系了呀 他觉得他的自由也回来了 没事的时候再喝酒吧 再去泡浆场对吧 所以不定还有新的小男生去充斥他 对吧去愉悦他 但是过段时间你放心好了 因为女孩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 他会无聊的你明白吗 然后那个时候他可能会重新去思考 然后这个空间一般通常在一个月 就是那种冷静期 你尝试着不要去联系他一个月 但如果一个月以后还没有任何消息 我建议你就是彻底的三号码 然后 you need to move on 就是你要往下面的生活继续进行 你永远记住 即使在你以后再开始新的一段感情的时候 男人的世界提高自己才是王道 男人永远不要去追爱情 知道吗 正常的事情是这个我可以说 男人追梦 男人追梦 女人追这个男人 懂吗 你希望你在下一段感情 或者就是说你的感情即使挽回过来 你希望你是天天围着女人转的那种小男人呢 还是能成为一个真正围着自己梦想转的大男人 你真正成为大男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更优质的女性 围绕在你身边 明白吗 好了 兄弟今天就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一会儿真要出去办点事 那哥也算是宠宠 宠宠朋友达人 特地为你做个视频哦 Peac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